安播NBA篮球快信,2021年1月26日,火箭肉斬毛斯 星期三早上,NBA常规赛继续展开争夺,届时火箭将助阵主场迎接毛斯的挑战 优赛期,两大巨星J和尔同韦斯博克互换东加,令他们今次交锋备受关注,由于毛斯目前人员不齐,火箭今次值得体高一线 另外,M直播届时将会有这场赛事的现场直播 今个月中旬送走下灯,火箭正式进入重建时期,虽然拥有不少签位在手,但在今季剩余的赛程,他们必然要度过一个艰难的时期 在舞座,胡苏佬的最近六场常规赛中,火箭拿到三胜三负,比季初前的九场,三胜六负,的表现还要好 要知道一直保持五成的赢波率,未来是有很大机会参加季后赛,他们正在逐步填补赛季初期滑下的坑 值得一提的是,火箭在进行大交易之后基本都是处于连续奔波的状态 过去六场比赛之中他们五次作客出战,这样周居劳顿之下,还要战赢过两支西岸贵后赛的 直接竞争对手马次同独行合,他们表现相当不错 尤其上将在美国航空中心球场大炒毒行合25分,创造几队今季赢球第二大的分叉,两大骑兵艾力哥顿和卡申斯在当家球星J和以刚刚相遇,手感麻麻的情况下 连续手接过火箭进攻的重任,艾力哥顿全场17投10中,砍下全场最高的33分 个人封头完全超过对面的劳卡当石,迪卡申斯就贡献28分和17个篮板的双十数据 这位球员称霸由7区的同时还发出3分球投射的技能,全场8投4中 艾力哥顿和迪卡申斯已带着火箭连续赢波,今次回斯主场,他们当然有望成性追击 在阵容方面,前锋丹劳侯斯和基斯颠活特等人因伤不可以出场 巫斯在去年休赛期,将之前同球队有矛盾的J和以送给火箭 计划用得到的韦斯伯克和巴特利比以重组双子星 谁知道球队如意算盘落空,打完12场常规赛,他们仅陆得3胜9负的惨淡战绩 排名东岸到数行列,未来可不可以撒入季后赛都是未知数 新赛季才开打一个月,巫斯就经历过一次五连败和一次三连败 他们很容易陷入低谷而无法自拔,而且球队目前军场失分高达121.3分 可以说是联盟防守最差之一 就算巴特利比以今季军场得到惊人的34 5分,是联盟的得分王 加上韦斯伯克亦是接近军场三双的数据,18分,10.6次助攻同9.5个蓝板 但无论这两位球星发挥多好,巫斯就是难赢球 另外,队阵中多名球员因受限于联盟健康和安全协议 今仗都不能够出战,这个情况,令巫斯在调兵显像上无法得心应手 最为不利的是,过去四次面对火箭,巫斯输足三场 他们在这三场败仗中,军场正负对手至少11分,每次都被火箭得到高分 再加上球队赛季到现在作客服率接近七成 巫斯今次难逃继续输球的压运 在阵容方面,中锋汤马士拜仁赛季报销 你听着的在安邦NBA蓝球快讯,刘易军报道 记住subscribe我们和赞我们的专页 想随时随地看NBA?等什么呀?立即下载M直播啦